那您來看一下,在這邊 我先問一下,請問老師您有做關鍵字的廣告嗎? 平常有沒有在推銷自己? 沒有喔? 真的喔? 素文老師 哇,糟糕 差一個字 因為我剛剛發現我的輸入法,現在這裡不能用,只好 欸,老師 有用過電腦,可不可以用Google這個語音輸入 搜尋的時候也很好用啊 對啊,對啊,對啊 我雖然是用電腦,但是我有接麥克風跟網路攝影機吧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 好像大家都覺得我用的方法很奇怪的感覺 你們都沒有這樣用過喔? 這一支,不是看很久了嗎? 你都只看後面這一支 明明人家前面就在,叫你用講的就好啦 你就不非常近他,你一定要用打的 然後才說,喔!我也會打字 這樣不OK嘛對不對? 其實有些比較簡單的 比較簡單的 其實大部分現在口語化的,它基本上都OK 但是像,因為我剛剛找的是什麼? 好,人民嘛 那那個當然錯誤機會就比較高 好,錯誤機會就比較高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欸,您看一下 我真的有買關鍵字廣告喔 老師也要行銷一下啊 所以等一下你不要按嘛 哈哈哈哈 你按了我就要付錢嘛 你就按下面 哈哈哈哈 開玩笑喔 那其實,按一次的話大概是 就是 最高 差不多八塊 最高喔 最高喔 但是大部分都是在幾毛錢到一塊左右 要看,要看你的那個點閱率 還有你願意出的那個費用 反正那個兩千塊就可以用很久 欸 但是你 你絕對不會欠Google 因為它是欠預約 就是預付 預付制的 欸,沒錢的就沒有了 哈哈哈哈 好,看一下齁 那您可以到我的這個 學習網這邊來看一下 其實就連到我的部落格裡面 那 呃,剛剛呢 您可以看到我上面這邊 就是說我部落格其實 就是 我會寫蠻多根就是這項 所謂的教學的一些文章 那麼 上面呢 我也有所謂的YouTube頻道 您看到像我昨天去這個 新店 在那個更新 更新健康管理 那應該以前叫護校 現在叫那個 好,那所以 講這個主題 那您看一下 在這邊 因為現在我們 其實我們學校也有 有一些老師已經有開始在推動 所謂的摩克師 對不對 就是錄 錄那個課程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其實跟那個一樣 您可以看到就是 我的標題會像這樣下 就是到底是哪一個主題 因為 比如說我們可能是 兩節課的時間 我相信為什麼那個DV 大家回去不要看 你不喜歡邊看邊找 因為浪費時間 對不對 而且還不見得找得到 才是最大的困擾 明明我就知道大概在什麼時候 可是 就沒找到 因為你沒有 讓他直接用播的 你是用快轉的 所以可能就會略過 可是如果 我們把這個地方這樣弄好 有沒有 你 哪一個不懂 我就直接點那個進去就好了 而且我們一般的摩克師 請問 影片要不要很長 應該不用吧 所以我們 我把它往後退一下 您看一下 我每一個的時間 你有沒有發現 都不會太長 我們一般就是錄影 錄影的話 像老師如果以後 您要進行這個摩克師的部分 原則上我們通常都會在 五到十五分鐘以內 就是錄影的長度 也就是說 我們雖然 可能是兩節課 三節課 甚至四節課 可是您不會是一個主題 就一直在講這個 中間其實 我們還是分了很多段落 那我透過這個方式 是不是這樣就比較容易看 對不對 而且呢 像這些記錄下來 其實您有個好處 我們一般 老師如果在那個什麼 在那個 您上課 每一年 假設您的課程 的那個 就是 是一樣的 您會有幾成的比例 是講相同的 五六成應該跑不掉吧 對不對 比如說你中國文學 那你該介紹的重點人物 一定還是那幾位嘛 還是會有 但是一定會有再更新或補充 更新或補充 那所以其實 您如果有像這樣錄影的話 其實 對 以後您要做教學來講 其實也比較簡單 因為我只要負責update就好 以前我講過的 同學 自己回家看 所以 所以 我現在利用 因為我們下午會講一個平台 就是這個 玩弄 那我給您看一下 我在學校的一個做法 在學校做法 是這樣子 在這邊 我會叫以前 如果 先教他們一下 來 您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下個禮拜 要上的內容 因為我 因為我 教的是視訊 比較相關的 我們要做一個這樣動畫的時候呢 那我就會把我以前上課影片給他 但是現在如果你只有這樣給他 同學不見得 會想要來 所以我通常還要多這種 知識補給站 不然就來個冷知識有沒有 還要分享一下 你就找一些 讓他收到 因為他會收到沒有通知 好 那這時候他看到 喔原來 老師通知我 不是只有叫我上來看 我還可以得到一些知識 這樣對他來說 他就覺得說 欸我上這課比較有幫助一點 那麼我們往下看 在這裡 就有我以前 有沒有 以前上課的資料 以前上課的影片 好那 他就可以來這邊 因為我都 其實我的資料的部分 我都有公佈在 三個地方 一個是 學校的數位學習平台 這個我們學校也有 第二個 我在雲端力碟上 也有放 好那第三個 我也有公佈在YouTube上 這樣 有沒有發現 老師很難生存 哈哈哈哈 怎麼都要公開的話 很難生存 但是其實 您不一定說 一定要放在YouTube上 其實您放在這個雲端硬碟 也是很方便 對不對 像一般現在我們有15G的空間 如果假設您不夠的話 可以再公佈 因為我記得中正 我們的那個沒有使用 Google網域的代管信箱 因為現在有不少學校 國中小啦 或者是像一些大專院校 他們為了降低學校的負擔 因為有些時候 學校還要開放所謂的 校友信箱 那這個時候用Google代管 他就是 都是用Google服務 那有一個很重要 空間無限 那這個時候呢 哈哈 你要放多少就沒關係 所以您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邊 像您看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 用了這麼多 有沒有 平常的是15G 而且比較討厭的是 他一直告訴你剩價多少 這裡只有告訴你用多少而已 我們中文字 看起來是都一樣的意思 但是又跟你講剩多少 你會緊張 但是用多少你不會覺得緊張 哈哈哈 對不對 其實他假設容量有限 至少用多少 你也覺得看起來還好 對不對 剩多少 剩20% 剩30% 還是剩5% 你就開始警察 糟糕了 有沒有 備用電率有沒有 哈哈 就像我們台電那個 常常都會講那個 我們那個備載電率 只剩多少 那大家的緊張度就會比較高一點 好 那所以我會像這樣子 讓他去看 那所以其實 以前的我 一樣可以教同學 對不對 您可以透過這個錄影的方式 透過這樣的方式 是不是就比較方便一點 這個是 在這邊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其實我平常上課的方法 是像這樣 那這個是 第一個部分